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会启动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 应付突发情况 英国外上期暂明 据报恩惠外长长江九未露眠 决定压后访华 各位安我临可认 有疑科专家说 近两星期 儿童感染流感个案有上升 病毒由以往夹型H1 专为夹型H3为主 亦有重症个案 呼吁家长带子女打疫苗 香港流感疫苗到期日是8月底 所以还可以接种一次 如果过往是接种过流感疫苗的话 一针应该可以了 不过想讲讲 如果九岁以下的小朋友 如果是第一个季节接种的 是要打两针的 而这两针要相隔28天 大家可以做一个计算 如果你想在这一季里面 打齊这两针 其实应该在8月2号 就打第一针 另外隔了28天之后 就在8月底打第二针 就完成了整个接种计划 但是都不要紧要了 如果假设他迟迟都决定不了 他就算8月中打第一针 都可以的 因为始终打了一针 好过不打了 红磡海底隧道明天清晨开始 实施不停车缴费二通行 政府明天开始一年两日 启动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 应付突发情况 运输近密楼局局长林世雄 在网志华 二通行五月开始 已经先后在三条隧道实施了 整体运作大致是充顺 但是红磡海底 毕竟是车流量最高的行车隧道 每日平均超过10万架次的车洗过 在红磡推行革新措施 是极具挑战的任务 运输处已经连约测试系统 并且与警方已经敲定 临时交通措施 至于实施易通行之后 各隧道腾出的收费庭空间 林世雄说正是研究用途 会尽快展开咨询 立法会早前通过改革区议会组成 从设委任职 并且是大幅减少值选移职 被问到会不会担心 年底选举投票率低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 麦美娟说 投票率不是选举顺利的唯一指标 一个有序顺利进行的选举 就是在选举过程中 能够廉洁地进行 又或者选举的安排能够得当 令选民投票可以很顺利 而候选人也可以在选举过程 可以有一个正当的宣传的渠道和方法 令到正当可以让选民知道 我们选过 尤其是我选了这么多次 我们都知道 其实投票是有很多因素影响的 有时你做得好 市民就觉得没有投票的迫切需要 又或者下雨 或者三号风球 你已经很难找到人来投票了 所以其实有很多因素 占年有旧楼外长林石市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孟美娟说 局方会联络有需要价法团和业主 协助转介专业服务 我们都知道 现在在地区里面 有一些业主或者一些法团 他们不太认识 究竟他们怎么可以做好 他们的楼宇维修或者管理的工作 在这方面 其实民政署我们一直都有协助法团 去召开会议 或者协助他们提高一些法律的意见 或者一些专业的意见 日后我们都会在这方面 同屋与柱同市建局 我们这个机制 会加强和发挥好 令到一些专业的服务 可以到地区里面 令到这些法团和业主 知道有这些专业服务 也都可以申请到这些专业服务 来帮他们去做好 那个楼宇维修的工作 香港戈尔夫球会说 就收回部分粉领高球场用地 汽工营房屋的环平报告 入稳法庭申请司法覆核 政府重新建屋的意向不变 球会说 今次司法覆核的申请 主要是针对相关研究 在环平程序上的错误 和不合规定的地方 由于申请已经进入法律程序 不适合作任何进一步的评论 政府原本计划收回球场32公斤土地 当中9公斤会建1万2千个的公营房屋 去年环境咨询委员会要求再造环平 以取得更多的生态资料 最终在今年5月 环保署署长有条件批准环平报告 前提是要修改房屋发展报告 例如是降低密度 政府最终将用途改为未决定用途 直至布局收购完毕 估计需时一年 不排除过万个单位数目减少 成规会正在审议中 发展局回复说 球会的司法复核 不会影响政府 如期在9月1号收回32公斤土地 重新将9公斤会在公营房屋的意向维持不变 至于其余的土地 就会用作保育和康乐用途给市民享用 无线电视记者 袁晓卿 政府提出加强控烟 要在2025年将吸烟率降到7.8% 有学者认为 距离达到目标的时间不多 应该尽快落实措施 烟草这个产品不是一般的产品 它不是衣服、皮鞋、食物 这个产品是导致每两个使用者 一个会早死的 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如果是年轻人开始吸烟的话 每三个就有两个 提到烟草箱 这个正经是今次这个文件 我觉得是一个忽略了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就是在控烟上面 最大的敌人就是烟草箱 而世卫都说得很清楚 指明烟草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是不应该受到烟草箱 他们的利益去到左右 所以香港是很应该 作为一个公约的制约方 彻底的落实立法 禁止烟草箱有这些行为 英国外相奇贊明 据报因为外长秦江九尾露面 决定压后访华 其贊明原本预计 今个月稍后访华 彭博引述两个知情人士消息报导 监于秦江近一个月 未有公开露面 其贊明决定压后行情 报导说中英两国 正是检视其他的可行日期 英国外交部暂时未有回应 秦江最近一次公开露面 是上个月底在北京 会晤越南 斯里兰卡和俄罗斯官员 他之后缺席今个月 在印尼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 改由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出席 外加部当时说 秦江是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 之后就再没有更新他的最新状况 加拿大一个退休王家骑警警官 由香港回到温哥华的时候被捕 他涉嫌获取情报 令中国政府获益 当局根据《信息安全法》起诉他 加拿大蒙特利以王家骑警发新闻稿 说60岁的迈克尔利利用他的知识 和广大人物关系获取情报 提供有利中国政府的服务 又说他协助中国政府 违法辨识和恐吓他人 加拿大传媒引述王家骑警发言人说 迈克尔退休之后去到香港居住 在当地公司工作 为中国政府搜集情报 涉及一个受中方针对 身处加拿大的人 他星期四翻回温哥华的时候被捕 迈克尔被控两项外国干涉罪 包括代表一个外国实体进行筹备工作 星期五透过视频提堂 而迈克尔的控罪不涉及干预选举或政治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欢迎来到新闻时间 三個新兼中大校董的立法會議員 提出改組中大校董會的私人草案 以增加校外校董的比例 相關委員會召開第一次會議 最終擔心有人批評個別人士 多過關心條文本身 決定不召開公聽會 改為收集書面意見 根據私人草案 校董會人數將會由55人減至34人 校內校外成員原本各佔約一半 改為2比1的比例 行政長官委任的成員多3名至9人 議員校董維持3名 草案亦修訂委任校長的門檻 須經校董會4分3成員支持才可以獲聘 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召開首次會議討論 曾經討論議員校董應不應該減少 而不是維持3人 Task force最後報告共識 剛剛我講過了 一個比較遠轉的口問 請議員考慮 是否你可以三值減一值呢 這個是我們沒有具體說的 但那個用意是有清楚 你可以說我們立法會是既定利益 我們不肯減 其實我們平衡就有人要加 今次這個草案某種情況就是有少少繞過了校董會審批 以及直接交到立法會審 如果在程序上當時大家都想走多一步 就是比較友善地去做好事情 可能現在很多的矛盾或者爭議性的地方都會少很多 你說我是不是繞過校董會? 怎麼繞得過校董會? 有哪個校董不知? 他聽到外面的東西 我覺得他多些做研究去求證就好過看報紙 有些人說得出就說 委員會亦都曾經討論有中大校董要求舉辦公廷會 議員江玉歡認為公廷會公開透明 屬於中大校董議員的鄧家彪就擔心 有人借公廷會批評個別人士多個關注條文本身 委員會主席梁美芬決定不召開 改為公眾10天內可以提交書面意見 而委員會下星期開始速條審議條文 無線理事記者葉子外報導 港隊男子冰球青年隊在泰國出席邀請賽的時候 懷疑與對賽的球員發生肢體衝突 香港兵協和國際兵協暫時沒有回應 據《太陽報》美國版的網上報導 事件在星期四發生 泰國隊以3比0勝出賽事 賽事完結之後 雙方握手時懷疑發生衝突 部分穿著藍黃色隊服的港隊U18隊球員 和泰國隊員有肢體衝突 網上片段顯示 兩隊部分隊員連工作人員 有嘗試過分隔相關人士 但是沒有反映前因後果 不過翻查網上上載的整條賽事片段 就未見相關經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美中關係要恢復穩定性 才能夠避免競爭變成衝突 亦都相信中方正在尋求採取相應行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星期五在科羅拉多州出席阿斯坦安全論壇 最早討論美中關係和烏克蘭等議題 對於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日前以美國公民的身份訪話 獲中方高級別例如 分別獲國家主席習近平 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國防部長李尚福等接見 法官中美防長仍然未重開對話 布林肯說他計劃未來星期會不基辛格 聽取對方的彙報 又說美中高層官員正恢復對話 布林肯說美中兩國持續對話 可以確保互相理解 避免誤判升級 美中要負責任感管控兩國關係 這對整個世界帶來影響 美方已採取行動 相信中方正試圖展示做相同的事 外長秦剛自6月25日後 沒有再公開露面 中方曾解釋他因為健康理由 缺席東盟會議 布林肯被問是否知道秦剛的下落 他只是說有關中國高官的動向 留給中方處理 俄烏戰事方面 布林肯說俄羅斯總統普京 深信可以戰勝烏克蘭和他的支持者 美方必須要他打燒這個獵頭 又說俄方拒絕延長黑海糧食協議 可以看到俄方將糧食武器化 這次推進在烏克蘭的目標 美方會與烏方以及盟友合作 應對穀物供應危機 無線電視記者朱少林布特 俄羅斯拒絕延長黑海糧食協議 令穀物供應出現危機 聯合國警告 多個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促請各方 透過對話化解糧食危機 聯合國安利會星期五開會 討論俄羅斯退出黑海糧食協議的影響 主管人道主義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 格里菲斯說 俄方退出協議之後 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數據顯示 小麥和粟米的期貨價格 分別上升接近9%和8% 糧食價格飆升 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大受打擊 目前已經有69個國家 超過3億6千萬人需要人道援助 預料會有不少人無法生存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促就呼籲各方為大局著想通過對話解決問題 中方希望有關各方從維護國際糧食安全大局出發 特別是從緩解發展中國家糧食危機出發 從聯合國有關機構共同努力 加緊對話協商 堅持相向而行 爭取平衡解決各方合理關切 早日恢復俄羅斯與烏克蘭糧食與化肥的出口 歐盟駐聯合國特使說 歐盟對與聯合國合作尋求恢復協議的解決方案 仍然持開放態度 外電報道說聯合國曾經在俄方宣布退出協議之前 與歐盟委員會滑船爭取讓俄羅斯農業銀行一家子公司 加入Swift國際支付系統 俄羅斯以俄方的訴求未獲滿足為理由 星期一退出黑海糧食協議 並提出重返協議的條件 包括接納俄羅斯農業銀行返回Swift 以及為俄方肥料公司的帳戶和金融活動解封等等 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在社交平台上透露 自己在星期五與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電話 就合作令協議恢復進行初商 強調必須攜手防止全球陷入糧食危機 土耳其總統府就發聲明說 埃爾多安是按扎蓮斯基的要求通電話 進行了詳盡的討論 強調土耳其在通話中作出了重大努力爭取和平 土耳其傳媒報導說 埃爾多安期望在下個月會議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時候 可以令協議恢復履行 呼籲西方國家考慮俄方的訴求 土耳其外長菲丹就說 無論是土耳其還是聯合國 若果認同一份沒有俄方參與的糧食協議 都會承受潛在風險 俄羅斯副外長威爾希寧就說 俄方正研究新的糧食出口路線 並可能與土耳其達成新的糧食協議 前提是滿足俄方的條件 受俄方退出協議影響 今個星期從黑海港口運載穀物的船隻數量 比上個星期減少三成半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俄羅斯一個曾經批評總統普京的強硬派民族主義者被捕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前官員 52歲的斯特列爾科夫 星期五被當局拘捕 控以公開煽動極端主義罪名 如果罪成最高要判監5年 斯特列爾科夫否認控罪 又以健康理由要求法庭被他在家軟禁 斯特列爾科夫2014年在烏克蘭東部 領導和俄羅斯支持的分離主義分子 他最近批評總統普京 在烏克蘭問題上表現軟弱和悠遊寡斷 認為俄羅斯應該全國總動員才能取得勝利 現代卓球世界冠軍比蘇爾首度訪港 他認為卓球需要改革以提升吸引力 期望日後卓球可以成為奧運項目 卓號比利時子彈的比蘇爾五月贏得卓球世界錦標賽 首度訪港他對香港的印象不錯 去年在洪館舉行的大師賽 比蘇爾說自己曾經看過片段 覺得氣氛很好 期待日後亦都可以在香港參加大賽 今次就先和在大師賽 鬥過希堅斯的小球手過招 這位世界冠軍認為要進一步增加桌球的吸引力 就需要改革 應該會改變成衣服設計 會改善更快 我想有些遊戲太長 計算是11和 17 就算是太長 我覺得會令人喜歡看 放眼睛丸,他希望桌球可以成為奧運項目。 放眼睛丸,他希望桌球可以成為奧運項目。 比蘇爾說,知道外奸對他的期望大了,不過沒有增加他的壓力。 來季的目標是希望贏得一至兩項錦標賽。 母親電視機者陳尚軒報導。 各位安安,我臨可認。 紅磡海底隧道明天清晨開始,實施不停車繳費二通行。 政府明天開始一年兩日,啟動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應付突發情況。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在望智華, 二通行五月開始已經先後在三條隧道實施了,整體運作大致充順。 但是紅磡畢竟是車流量最高的行車隧道,每日平均有超過十萬架次的車洗過。 在紅磡推行各新措施是極具挑戰的任務。 運輸處已經連月測試系統,並且與警方已經敲定臨時交通措施。 至於實施二通行之後,各隧道騰出的收費庭空間, 林世雄說正是研究用途,會盡快展開資訊。 有兒科專家說,近兩星期兒童感染流感個案有上升。 病毒由以往的甲型H1,專為甲型H3為主,也有重症個案,呼籲家長帶子女打疫苗。 香港的流感疫苗的到期日是八月尾,所以還可以接種一切。 如果過往是接種過流感疫苗的話,一針已經可以了。 不過我想說說,如果九歲以下的小朋友,如果是第一個季節接種的, 是要打兩針的。而這兩針要相隔二十八天。 大家可以做一個計算。如果你想在這一季打齊這兩針, 其實應該在八月二日打第一針。 另外,隔二十八天之後,在八月尾打第二針, 便完成了整個接種計劃。 但也不要緊,假設他遲遲都決定不到, 即使八月中打第一針,都可以,因為始終打了一針, 好過不打。 政府提出加強控煙,要在2025年將吸煙率降到百分之七點八。 有學者認為,距離達到目標的時間無多, 應該盡快落實措施。 煙草這個產品不是一般的產品, 它不是衣服、皮鞋、食物。 這個產品導致每兩個使用者一個會早死, 這是一個保守的估計。 如果是年輕人開始吸煙的話, 每三個就有兩個,提到煙草箱。 這其實是這次的文件,我覺得是一個忽略了。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在控煙上, 最大的敵人就是煙草箱。 而世衛都講得很清楚,指明煙草政策的制定和執行, 是不應該受到煙草箱的利益左右。 所以,香港很應該作為一個公約的契約方, 徹底落實立法,禁止煙草箱有這些行為。 漸年有舊樓外牆嵌石市。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墨美娟說, 局方會聯絡有需要價法團和業主, 協助轉介專業服務。 我們都知道,現在在地區裏面, 有一些業主或者一些法團, 他們不太認識,究竟他們怎樣可以做好 他們的樓宇維修或者管理工作。 在這方面,其實民政處, 我們一直都有協助一些法團去召開會議, 或者協助他們提高一些法律的意見, 或者一些專業的意見。 日後,我們都會在這方面, 同屋與處、同市建局、 我們這個機制, 會加強和發揮好, 令到一些專業的服務, 可以到地區裏, 令到這些法團和業主, 知道有這些專業服務, 亦都可以申請到這些專業服務, 幫他們做好樓宇維修的工作。 立法會早前通過改革區議會組成, 重設委任制, 並且大幅減少直選議席。 被問到會否擔心年底選舉投票率低。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說, 投票率不是選舉順利的唯一指標。 一個有序順利進行的選舉, 就是在選舉過程中, 能夠連結地進行, 或者選舉的安排能夠得當, 令到選民投票可以很順利, 而候選人也可以在選舉過程中, 可以有一個正當的宣傳渠道和方法, 令到正確讓選民知道。 我們選過, 尤其是我選了這麼多次, 我們都知道, 其實投票有很多因素影響。 有時你做得好, 市民覺得沒有投票的迫切需要, 又或者下雨, 或者三號風球, 已經很難找到人來投票。 所以其實有很多因素。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說, 美中關係要恢復穩定性, 才能夠避免競爭變成衝突。 亦都相信中方正尋求採取相應行動。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星期五在科羅拉多州, 出席阿斯坦安全論壇, 最早討論美中關係和烏克蘭等議題。 對於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日前以美國公民的身份訪話, 獲中方高級別例如, 分別獲國家主席習近平, 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 國防部長李尚福等接見。 法官中美房長仍然未重開對話。 布林肯說, 他計劃未來星期會五基辛格, 聽取對方的匯報, 又說美中高層官員正恢復對話。 布林肯說, 美中兩國持續對話, 可以確保互相理解, 避免誤判升級。 美中要負責任感管控兩國關係。 這對整個世界帶來影響。 美方已採取行動, 相信中方正試圖展示做相同的事。 外長秦剛自6月25日後, 沒有再公開露面。 中方曾解釋他因為健康理由, 缺席東盟會議。 布林肯被問是否知道秦剛的下落。 他只是說, 有關中國高官的動向, 留給中方處理。 俄互戰事方面, 布林肯說俄羅斯總統普京, 深信可以戰勝烏克蘭和他的支持者。 美方必須要他打燒這個獵頭。 又說俄方拒絕現場黑海糧食協議。 可以看到俄方將糧食武器化, 借此推進在烏克蘭的目標。 美方會與烏方以及盟友合作, 應對公物供應危機。 無線電視記者朱少林報道。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涉嫌不當處理機密文件案, 排期到明年5月20日開審。 美國佛羅里達州聯邦法官坎龍說, 有關的決定是協調控辯雙方的要求之後作出。 代表政府的控封要求在今年12月開審。 而特朗普一方就提出, 要在明年11月總統選舉之後才審訊。 坎龍認為控封的要求屬於反常, 難以確保審訊公平。 認同辯方在開審之前要處理的 證供數量龐大,需要時間。 77歲的特朗普涉嫌2021年初卸任總統之後, 保留超過300份的機密文件, 被控37項刑事罪, 包括未經授權保留機密文件 和穿謀妨礙司法公正等。 特朗普否認指控。 俄羅斯拒絕延長黑海糧食協議, 令公物供應出現危機。 聯合國警告多個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促請各方 透過對話化解糧食危機。 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五開會, 討論俄羅斯退出黑海糧食協議的影響。 主管人道主義事務的聯合國副秘書長 跟蒋賀利菲斯說, 俄方退出協議後, 世界糧食計劃處的數據顯示, 小麥和粟米的期貨價格, 分別上升接近9%和8%。 糧食價格飆升, 發展中國家首當其衝, 大受打擊。 目前已有69個國家, 超過3億6千萬人需要人道援助, 預料有不少人無法生存。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就呼吁各方为大局着想,通过对话解决问题。 中方希望有关各方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大局出发,特别是从缓解发展中国家粮食危机出发,从联合国有关机构共同努力,加紧对话协商,坚持相向而行,争取平衡解决各方合理关切,早日恢复俄罗斯与乌克兰粮食与化肥的出口。 欧盟驻联合国特使说,欧盟对与联合国合作寻求恢复协议的解决方案,仍然持开放态度。 外电报道,说联合国曾经在俄方宣布退出协议之前,同欧盟委员会滑船,争取让俄罗斯农业银行一间子公司,加入Swift国际支付系统。 俄罗斯以俄方的诉求未获满足为理由,星期一退出黑海粮食协议,并提出重返协议的条件,包括接纳俄罗斯农业银行返回Swift,以及为俄方肥料公司的账户和金融活动解封等等。 乌克兰总统扎连斯基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自己在星期五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就合作令协议恢复进行初伤,强调必须攜手防止全球陷入量食危机。 土耳其总统府就发声明说,埃尔多安是按扎连斯基的要求通电话,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强调土耳其在通话中作出了重大努力争取和平。 土耳其传媒报道,外尔多安期望在下个月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时候,可以令协议恢复履行,呼吁西方国家考虑俄方的诉求。 土耳其外长菲丹就说,无论是土耳其还是联合国,若认同一份没有俄方参与的粮食协议,都会承受潜在风险。 俄罗斯副外长卫尔·希宁就说,俄方正研究新的粮食出口路线,并可能和土耳其达成新的粮食协议,前提是满足俄方的条件。 受俄方退出协议影响,今个星期从黑海港口运载穀物的船只数量,比上个星期减少三成半。 无线电视记者陈淑仪报道。 今个星期日开始,义通行会扩展去到洪水,但不少的士司机反映,过去两个月,义通行隧道感应器经常会出错,会扣错钱或者没扣钱。 情况有多严重呢?运输署又有什么对策呢? 欢迎收看《时事多面看》,的士业界说,现在每十次过隧道,就会有一次因为义通行感应不到司机卡,令到司机要报交隧道费。 但义通行用的电波感应技术,和本缸用了二十多年的AutoTofar义通相似,为何新系统会多了出错呢? Aldon是一个替更的士司机,每个星期都会开几天的士,赚一下外快。 这个星期日,他来到元朗站拿车,上车之后他先插好二通行司机卡,但准备好了,他都还未开工。 他近日转用二通行过隧道,隧道读卡器感应到,贴在车头的司机卡就会自动扣钱。 司机不用再每次停车缴费。 但过去几个星期,Aldon过隧道的时候多次不能够扣钱。 他每个星期都要亲身去交钱。 来到服务站,还有其他司机来查询。 但Aldon一早预约好,等了一会就轮到他。 来过隧道的时候,应该是过去车主的二通行贴。 没有在两件式的装置购钱。 所以换个话来说,已经在车主那边购钱了。 即是已经交了钱? 是的,已经交了。 现在没有现款了。 即是越白昏地。 谢谢你。 现时的士等的商用车过隧道的时候, 会一次过读取车量贴和司机卡。 司机之后就会收到已经付款的通知。 或者在二通行应用程式里面看到有没有现款。 但Aldon几次过隧道,隧道读卡器都读不到司机卡。 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是扣错了车主的钱。 又抑或根本没付钱。 要亲身来问才搞得清楚。 我觉得是他真是和他终止, 即是易通行这个实行的终止是背道而驰。 完全是乱通行, 完全是打扰我们司机的正常生活。 本应该不应该出现的麻烦。 如果你当初的sensor做得好, 或者你当初整个易通行是真的测试过正常。 我想根本上就不会麻烦我们这么多人。 即不论是司机也好, 或者是打理人也好, 车主也好。 原本的设计, 易通行可以连结信用卡户口自动付款。 司机都可以用二维码去便利店交钱。 但有商会就说, 不少的士司机用易通行交隧道费的时候, 都仍然遇到困难。 现在最多的就是说, 可能是平均过十次隧道, 有一次收不到, 就是想尝试去七十一日交不到, 那就迫着走上去易通行中心。 谁知道去到易通行中心那里, 原来发觉车主没有打理人, 没有给缴费的言为马给他, 他都不可以自己去交钱。 变成了他们觉得很无助, 甚至说了粗口, 罵易通行的服务中心。 周国强本身也是的士车行的负责人。 他认为易通行收错钱的情况, 令车行的行政成本增加。 亦都担心易通行, 获展去到所有过海隧道之后, 情况会雪上加上。 大家都会压力很多, 甚至乎有时, 说出他们不知道, 有些车主放下给我们打理, 他们收到这些信息之后, 其实都不停地光炸我们的同事。 这样, 其实做的事情, 有些辛苦, 大家说不出口了。 其实我们车行, 打理人, 大家都一起在那里, 因为有些争论, 有时, 数不太多的话, 我们有时都无奈地走成坏。 不少司机反映, 而通行的感应有问题。 运输处于是由上个星期开始, 在政府停车场, 协助司机用仪器偵測, 贴在的士上面的司机卡和车辆贴, 有没有互相干扰。 周国强就建议, 当局在的士加气站增设测试点, 尽快处理问题。 我也希望, 政府在检测的感应那里, 做好一些, 好像即使一万八千的车, 每天可能过不同的隧道, 十几万次, 那么大的流量, 如果中间有一成的话, 要我们的管理人, 或者车主司机那里, 去分担, 就算不要说10%, 5%都很大件事。 1991年, 政府在香港仔隧道, 施行自动道路缴沸系统。 第二年开始, 扩展去到其他隧道。 去到1998年, 当局再将这一套系统, 和另一套系统合并, 發展成为现时的化疑通。 但化疑通使用多年, 都很少听到未能收钱的情况。 那为什么技术上, 都是用电波感应, 化疑通又好像较少出错呢? 化疑通呢, 原则上, 当你要过收费庭的时间, 一般就在右手边司机位, 他就会有一个电子识别的仪器, 他会识别你的电子标签, 如果识别不到, 他会有红灯, 当你有红灯的时间, 即是说没有扣钱, 很明显, 你自己就要停在一边, 隧道那些管理员, 会立即来问你收钱。 所以过往收错钱, 忘记付钱的机会是少些。 但隧道转用易通行之后, 收费庭就会被拆卸, 同时在隧道入口附近, 安装毒卡器。 李耀培就认为, 做法会令出错率增加。 最初的时间, 第一、二条隧道试行的时间, 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尖山, 和在城附隧道, 他们出入收费庭的路面, 是会有很多条线道。 换句话说, 虽然是会装了一些, 我们的龙龙架的, 一些射频的一些识别, 但是有机会, 如果你走的线道位, 不是走得很正确的时间, 有机会这方面, 亦都会有一些错误的信息。 今个星期日开始, 洪水都会实施易通行。 根据2021年数字, 每日有超过10万架次的车辆, 行经洪水过海。 比现时实施易通行的, 獅子山隧道, 城门隧道等车流都要多。 但你要赔就不担心, 洪水会收错钱。 这次在洪水安装这个接收器, 都是用龙龙架的形式, 不过会在隧道入口的地方。 即是隧道入口是两条线, 它会在两条线上面, 安装这些识别的热气。 这次如果洪水改了安装的位置, 直接在隧道入口前的, 我们叫做线道位上面装, 那个准程度应该很高。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 易通行作为政府认外判商, 又责任做好整个系统, 达到市民的期望。 他认为, 二通行都应该尽快检讨缴费系统 减少司机不便 其实现在这些电子的交费是很方便的 电费都已经可以在七十一里交了 我都希望二通行他们自己都会检讨自己的 可操作性和便利性 就不要想着政府要求他做 他只是求他做了 我相信是答不到大家的期望 现在已经是我们叫做整个系统已经建立了 二通行也都是有他的责任是他要去变民的 运输署说只有大约200架的士 找他们协助偵测司机卡和车辆贴的感应情况 因为问题不算严重 署方也都已推出专用应用程式 给的士司机查阅需要补交多少隧道费 进一步协助业界 时事多面看今集时间够了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